巴塞隆納版本的凱全門 哇 一整排的優格 而且我們現在來到了 碧卡索的博物館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現在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我要去他們的商店買早餐 這是一間小商店 像雜貨店一樣 我要進去看有沒有優格 裡面大部分都是飲料 沒有優格 由於昨天發現這裡的水果超便宜 所以我想說早餐我要吃優格加蘋果 結果他沒有賣優格 今天好冷喔 昨天超熱的 像夏天 這裡面是不是一個超市喔 我們進去看看 發現西班牙他們都會賣很多這種 大罐的果子 這裡有全年的味道 還有賣魚耶 哇 一整排的優格 這也是優格 包裝超可愛 麵包都超便宜的 合送才0.75歐 是超市水果的價格 等一下帶你們去買便宜又好吃的 我確定這是1.75歐還是1歐耶 感覺好讚喔 玻璃瓶的 包裝很好看耶 覺得挖到飽耶 這裡的東西好像都滿便宜的 這應該是南瓜糖 可以直接微波來喝的那種 買看看 好像是餅乾沾起司的 剛剛問了旁邊的路人 哪個才是正確的價錢 我問到了 就是這個 就是1.2歐 那這個義大利麵真的很便宜耶 看到他們有賣海鮮 就覺得晚上一定要煮個菜式酸辣湯 那麼大便宜的 堅果飲啊 燕麥飲 都只要1.多歐耶 那我一定要煮大餐買一次 這個長得很像貝殼超可愛的 買一包好了 它才0.95歐耶 法國麵包也超便宜 這玉米有3罐耶 1.55 哇賽好便宜 買 玩超市我現在要去一間水果 他會買水果 我昨天有買過超便宜 比超市還便宜 超誇張的 就是這間 買兩顆青蘋果 去結帳 我昨天買兩顆小橘子 一顆水蜜桃 跟一顆青蘋果 是一塊 我今天買了兩顆青蘋果 可能比較重 它是0.48 這個真的是南瓜農湯 很滑 很滑 超硬的 超硬的 煮了很久的貝殼蜜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誇張的 光是這個玻璃瓶應該就很貴 它竟然不用油 然後 來吃吃看 固醬 還不錯 因為我喜歡吃固體的油 加了一點脆片 終於出太陽了 跟你們說千萬不要買那個貝殼麵 超難吃的 而且還要煮很久 又很硬 它超厚的 就商店也在課錢 襪子都適合 幾雙 三雙 然後我才剛走回來 就看到另外一家店 它就寫三雙 明天的第一站要去買全門西班牙的款式 聽說它旁邊有一個唐人街 我去看看 因為我還要買轉街頭 轉街頭第一天就壞了 他們出站都不用刷 其實那個十次票還蠻划算 只有進站要刷一次 而且我記得好像才台幣三四百塊吧 你不管搭多遠的話 價錢都是一樣 等於是說你搭一次車只要一歐而已 不管你搭到多遠 只要你沒有出站 轉車也是一樣 這是巴塞隆納版本的凱旋門 它是橘紅色的瓷磚 跟巴黎的擦馬 海神門附近有很多中文的招牌 聽說這邊很多亞洲人 哇這裡有亞洲超市耶 天天夠 幾乎都是中國的零食 我很好奇這個好不好吃耶 竟然還有粽子耶 紅豆粽子 蛋黃粽子 這裡的飲料好像是在台灣也沒有看過的 想吃看看這個蓮藕片 馬上來吃吃看這個藕片 它是一面一小一小的 好吃耶 聽到吃 好啊 像麻辣鍋的味道 好吃 凱旋門附近其實有滿多亞洲的店 只是它沒有一個明確的地標 就是要自己繞一下 大概在凱旋門對面 雙層巴士耶 這個教堂超美的 昨天就有經過 可是不知道它的名字 大家如果要買轉街頭 可以來這間買 一個是6歐 這裡面就像小北百貨一樣 終於找到轉街頭 被我發現一間空火耶 我剛剛看他一杯百香霜 想到要204塊台幣 我們現在來到了 碧卡索的博物館 碧卡索是西班牙人 所以是用售票機購票 這個是碧卡索 碧卡索是一位西班牙藝術家 他是20世紀最著名的畫家之一 碧卡索的藝術風格廣泛 包括歷史史上的藝術主義 野獸派、立體主義和抽象主義 他的作品跨足繪畫、雕塑、陶瓷、版畫等多個領域 獨特的風格和對的形式 創新使他成為現代藝術的重要代表之一 如聖夜與吉爾庫拉等深受讚譽 碧卡索的藝術影響力持續至今 我覺得以前的美術課本 都把碧卡索比較抽象的作品放在課本上 其實他也畫得很漂亮 摩卡索的藝術廣場 綠色的位置 這是必卡索的商店 必卡索的書 這裡也可以買他的畫 一個對比圖 這裡也有賣一些毯子啦 包包跟衣服枕頭 互相買一個空白的本子 來畫畫 然後再買一支筆 現在要來找一個地方畫畫 我覺得我來畫這個好了 因為現在出來已經不能進去 書版的必塔書 團體 20元 你怎麼沒有臉書 他一直在跟我聊天 畫好了 Q版必卡索 Thank you 掰掰 這間店真的超可愛的 這時候要夾看看這個 多少錢啊 1欧 欸還會轉欸 好搖 整個很繽紛 拍貼機進來 走進來還有一條路 真的欸 樓下 也有一條路欸 哇 好可愛的空間喔 他的繪畫風格都超彩色的 就要剛剛進去拍個照片 就投錢出來照片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 太誇張了謝謝 太亂了 還亂拍的 哈哈哈哈 我以為是吧 啊不用走 來超市買食材主管餐 這邊買水果是要自己放上去秤重 然後按你的想像看你是什麼東西 這裡就會印出一個貼紙 就自己貼上去 番茄 獲得貼紙之後再貼上去 這裡有正常的原型高麗菜 買一個好了 我發現他有賣咖哩飯 只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他的飯是長的飯 這個炒麵看起來很好吃 不是這個好了 這個真的看起來很好喝 買了這些 等一下回去我們住宿的地方煮 超市還有賣Maybelline 我想要買一個粉底 因為我的粉底帶到空的 我剛剛要微波我的炒麵 發現他們的微波爐 跟我們台灣的完全不一樣 他是要按綠色 然後他會顯示幾分鐘 你就按到你想要的 秒數再確認 就會開始微波 不過來吃一口 我剛剛買的炒麵 蠻香的 香菇的味道 還醒了 這樣他的醬油味道蠻獨特的 跟台灣的不太像 可是你又覺得他是醬油炒麵 所以這是他今年第一次下車 他在炒過魚飯 但是冷凍的 要來煮一鍋 泰式酸辣湯 我自己帶來的粉包 那炒熟給你吧 我剛剛丟了番茄跟洋蔥下去 超香的 剛剛買的海鮮 這應該是花雞 就好了 他剛剛切這個泡球 他就覺得他快不行 很累 蝦子 我現在才發現他已經煮熟了 蝦子還蠻大的 真的覺得在這裡煮菜少了味精 就少了一個味 我覺得我之後一定要自己帶味精來 晚餐完成了在西班牙煮泰式酸辣湯 是不是很厲害啊 飛口 超好喝的 炒高麗菜 鮑魚飯 剛剛自己加了花枝跟承椒 泰式海鮮酸辣湯 嗯 嗯 我應該多帶幾包了 你趕快喝超好喝的 他的嘴巴超黑的 直接萬聖結妝飯 天氣超好 下一站我們要去吃 居住有吃過的吉拿棒 記得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咻吧 讓我看看 還有一項 還有一項